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胡歌黄西宁早年拍摄过杂志 同框照手曝光 自从胡歌官宣结婚生女后 老婆黄西宁的身份就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 据悉 黄西宁一开始是胡歌团队的成员 后来成了他的助理 最后逆袭成了大明星的老婆 可谓是一部大女主成长史 近日 有网友发现 原来胡歌和黄西宁2019年就一起拍过杂志 胡歌公布喜讯后 前主编小雪转发了相关内容 称弟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网友直呼 原来他早就知道黄西宁的身份了 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 当时胡歌和工作人员正在看拍摄的照片 黄西宁站在右边 一身休闲服打扮 头发随意扎在后面 尽照气质独特 与胡歌非常有夫妻相 其实胡歌与黄西宁曾被拍到过很多次 狗子称黄西宁为白衣阿姨 没想到他却是胡歌的老婆 黄西宁私底下打扮很是随意 再加上素颜不化妆 走在路上不被注意 其实也很正常 据悉 那次胡歌与袁洪等人一起外出 也就是说 胡歌和黄西宁的关系 圈内人都知道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网友表示 黄西宁真是一步步爬上来的 好奇他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呢 黄西宁的同学爆料 他是福建南平人 家里有两个妹妹 黄西宁并不是靠关系而搭上的胡歌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当上的明星助理 黄西宁早年的长相与现在差别不大 曾戴过牙套 他的颜值与明星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但在普通人中还是比较出众的 有人说 戴牙套时的黄西宁与演员胡冰青有些相似 还有人称 壮脸杨密林依晨 可见胡歌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一开始 黄西宁是从化妆开始学习 他们的团队对接一些明星的工作 所以自然会和一人有较多的接触 网传胡歌和黄西宁以猫结缘 两人都非常爱猫 黄西宁的朋友圈背景都是猫的图片 而胡歌经常抱着猫拍照 同学透露 两人是以猫结缘的消息并不假 据悉黄西宁比胡歌小了11岁 之所以现在承认结婚生女 网友猜测 估计是为了孩子上户口 因为一旦要上户口了 就没办法隐瞒 其实两人早在2021年就登记结婚了 但一直都没有曝光出来 不得不说 保密工作做得确实不错 不管怎样 还是祝福胡歌黄西宁 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